Hello,大家好,我是蝴蝶姐姐 我现在呢,要去赶往北豪 去找我的亲戚家的两个表哥 然后去吃饭 然后顺便呢,去聊一些项目 记得小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 聊的全都是玩儿的话题 上大学以后,大家见面就比较少了 感觉就是有点疏远 不过我觉得有些关系 长大之后呢,开始大家就为了视野 去聊了一些项目 今天我就过去赴约 北航距离家只有两站地 准备坐公交车去赴约 好几年没有见他们了 不知道他们变化大吗 我记得跟我的表哥小的时候 基本上经常是见面就打架 因为他总是抢我的玩具 而且呢,好像不是很让着我 长大以后,尤其上大学以后 他是研究生 然后基本上他是对我非常的照顾 也非常的感谢他 如今呢,他已经考了日本东京的博士 回到洋里大学 然后去做一个学员的抚院长 是今年期的80号抚院长 我觉得我哥哥还是蛮优秀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羡慕忌妒很 刚下车就有一个做公务员的表哥在车站等我 带我去饭店 博士后表哥,嫂姨在饭店等待了 当时32岁的他就做了大学抚院长 我们家才华优秀的人太多 蝴蝶是硕士 但是在家里学历是最低的一个 这两个表哥上次见面还是六年前 这次正好赶上我回来一起聚一聚 当初的少男少女们 如今已经变成了油腻大叔和大婶了 回忆着小时候的事 当初讨论的都是成绩 如今谈的都是生活过得如何 事业如何 聚餐结束后 博士后表哥要送我回家 表哥问我在北京过得累吗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混好混赖只要身体保重就行 因为我们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 现实情况不许我们病倒 只能咬牙为生活扛着